2009年7月5日,正好是我从美国飞到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那一天 我下飞机走出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 土耳其那边的朋友来接我的,他告诉我乌鲁木齐今天出大事了 就说那天据我所了解到的 因为这个韶关维吾尔人在叙瑞玩具场被遭到袭击以后 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处理 所以维吾尔年轻人就觉得政府不作为 所以当时新疆大学的学生举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学生为了避免被中共把它给敌对化 所以他们举着中国的国企游行到人民政府的广场 然后要求人民政府自治区领导出面进行对话 目的就是要求人民政府为那些在叙瑞玩具场遭到袭击的维吾尔人做主 进行一个调查、司法处理 但是没有人出面对话 最后到了晚上以后就开始进行镇压、开枪 那这样就演变成了一场民族之间的冲突 最后中共是一面的大规大幅度的去放那些 汉人被遭到袭击的那些镜头 然后把维吾尔人遭到袭击的镜头 死亡的这些都没有放 所以这样就无形中煽动了当时在乌鲁明齐的汉人 这样就从7号、8号、9号三天 汉人开始上街游行 打罵、打维吾尔人 见到就打 所以这样09年的75以后 维吾尔人的命运集聚之下 可以说是最后就变成今天的这个集中营的出现 知识分子大规模被抓捕 应该是75以后埋下的祸根 或者说是从中国的战略思想的这种意识方面 国家安全意识方面 中国认为维吾尔人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威胁 从那个地方就是五六个维吾尔的小伙子出来了 他手上什么都没有 只是喊哇哇喊 手上什么武器都没有 但是从那个街道 从二院侧门走过来的那些汉子人士 他们的就是身高是一模一样的 头发都是春头 肌肉壮的那些人 他们手上有很长的一个棍子吧 棍子我可以看到特别清楚 棍子上面有很长很长的钉子 他们就这样走过来了 几百个几百个 走过来后二院前面武警队特警队 他们就拿着就是在刀吧 不是刀就是武器 然后孩子们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那些汉子人退 退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枪毙那些五六个小伙子 只有五六个 几百个 他们说这是老百姓 我不相信他们不是老百姓 同样的身高全都是男人 手上有然后唇头就是肌肉 然后手上有统一的棍子 棍子上面有个钉子 好多钉子 怎么可能是老百姓呢 谁给谁给他们发的这些棍子 统一的棍子 而且身高是一模一样的 后面然后就前面 就是二院前面 武警队他们就开始枪毙那些孩子 然后我就想的 这个不对 我就想的那些人被训练的 可能是兵吧 我是这样想的 后面这些孩子受伤以后 他们的同伯把这些孩子 没有办法拉进二院里面 一楼就是急诊科 然后我就冲过去想救那些孩子 但是所有的人把我抓住了 院长下来说不能救 谁敢救 然后就自己护过自负 白衣天使 无论是国际法律 无论是中国的法律 白衣天使第一个做的是救命 无论是对方是你的敌人 无论是谁 应该是救命是第一位的 那时候我们所有的白衣天使 已经变成黑衣天使 我们犯罪了 我没办法 因为那些武警队把枪 就贴到我的胸口 他说不能走 然后院长也命令下来 我不能走 如果我再走的话 我可能没命了 然后我们就没救那些孩子 我们眼睁睁的 看着那些孩子已经死去了 其他的孩子被抓走了 他们被抓走的时候 黑色的那些带子 带到他们的头上 然后扣起来带走了 从那天起就是整个的城市 就进入一种非正常状态 或者说紧急状态吧 军队就陆陆续续开进来了 交通就实行管制了 后来就导致在乌乌木齐 每个人的随身都要带一些 这个防身的一些东西吧 像我太太 她和她对面的这个职员 两个人上班的时候 然后桌子上也放着刀具之类的东西 后来公共车上面 每辆车上面都配备着 两三名全副武装的武警 端着枪上了刺刀 所以他们坐在上面呢也不安全 和这个其他民族的群众 还有汉人之间呢 大家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 当时我们陆陆续续接到的短信 是政府发给我们的 说不要造谣不要信谣不要传谣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们就收到 一则短信 有一句话是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最后说 要人民群众与之坚决做斗争 像我们生长在大陆的人知道 这个要人民群众与某一股势力 或者是某一个目标做坚决的斗争 那么这个话就是等于在暗示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所以在这之后 就掀起了一波 这个汉人的一些过激的行为吧 现在基本上 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汉人 对维吾尔人的感情 都是非常同情 不是一般的同情 是非常同情 从平民到体制内的 甚至到警察 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而且是对维吾尔人是不公平的 因为所谓的暴徒 毕竟也是少部分人 他并不能代表这个广大的维吾尔人的 这个普遍的态度 所以这种 以种族论进行这种非法的抓捕 这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抓捕进去 有没有虐待呢 从我得到消息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她 所以她们的维吾尔人 都被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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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们被称联系 都被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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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们害怕 所以她们也被称联系 所以她们很疼联系 都被称联系 她们被称联系 她们被称联系 但我们现在不知道 如果她是生存 或不 我不想想想 但 它被称联系 她们被称联系 可求其他被称联系 就还被称联系 但他们被称联系 还不就被称联系 还被称联系 但他们被称联系 但他们被称联系 那天是蒲很有 他们被称联系 他们被称联系 di 被称联系 很害怕 他們 describe how it happened how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indiscriminately opened fire towards peaceful protesters which they had nothing on their hands and even worse is they arrested many many people but until today it's been 10 years now sti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vering up instead of they just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what they have done to the innocent people I think it got worse it got worse and worse day by day and nowadays end up they completely try to lock up all the Uyghur people I mean now we're say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ning or putting in the concentration about 3 million Uyghurs but in reality all Uyghurs are in prison the outside of the camps are not free at all too I mean as you know that the facial recognition old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all the high-tech stuff they're controlling every move of everyone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of being inside the prison or outside the prison so whole everyone is under control right now which is that mea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ing every means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etely wipe out one people all their years